Hello,大家好,我是均佩 这套影片我们会看看将会在22号推出的活动已经流出的造型 还有相关的小真讯略,还有边疆故事的消息 最后还会说一下大家最关注的平行步枪散热器的造型 下个活动的造型暂时全部由流出者X4RC放出 内容是我这个影片也说过的其中一个活动的内容 现在他放出来的资料直接都把活动的重要内容剧透了 首先当然就是万众期待的瓦尔基里传家宝 这里有他的传家宝角色极致动作 就跟之前流出过的传家宝模型一样,是女武神的毛 我觉得他一定会卖得非常的好 除了瓦基本来的使用率很高,和他本来的传家宝很好看 还因为这次的活动造型全部都不错看 X4RC另外也流出了这次活动的传说级造型 跟上次说的对象,里面全部都是有参考动漫角色而做的造型 包括之前已经说过的新世纪福音战士亡灵的造型 可惜最后没有用到粗号机的配色 用这个配色可能是因为他也用镰刀 和亡灵的传家宝一样 而这个造型还有一套平行步枪的造型 之后是之前都没有流出过的造型 包括King Kong Fuse Godzilla的Mad Maggie 还有以Godzilla里面的Muto为圆形的Ash 然后是陆飞星丸 龙珠元素的暗马仕 火影忍者元素的华身 Pacific Rim的机甲为圆形的Horizon 还有这个敲人模样的Loba 除了造型 Azra还有流出的生命线将会在Olympus出现的小镇侵略 这应该是花园那边的部分吧 不过这个地图有几个看起来像是这个地方 所以不能决认 暂时能肯定的只有这个一定是Olympus吧 盼随这个流出是生命线的编章故事 他说这会在星期二推出 正常会变成是亚洲区的星期三的凌晨推出 如果流出没有错的话 应该很快就会有首波了 现在到了大家最关注的消息 平行部枪的散热器 一直都是大家最想要的造型 除了因为感觉像铁苗比较好 还有它本来看起来就是最帅的平行造型 可惜的是这个造型是第四季 Apex战斗通行证的100 还有110几的奖励 相信不少玩家 那个时候还没有加热Apex 所以它又是稀有 又是好看 之前战斗通行证的条款列名 通行证里面的内容 都是不会再卖的 所以这个造型 如果Respon不改口的话 就不会再出 但这并不包括任何的预设版 所以Respon真的想卖 可以再操作一番 弄个预设版本就能卖了 近来终于看到一些 关于这个造型的消息 来源是西方Apex内容创作者 Ford & Smash 在他放出了这个tweet里面写 散热器的夜色版本终于弄好了 希望它会在Apex 13.1更新 也就是收集活动更新的时候推出吧 下面基本上是现实唯一比较可信的消息 而且还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 不过这位内容创作者到现实为止 暂时没有哪个流出没有成真 而且他也一直暗示 给它这个消息的就是流出者SRLC 所以我认为这可信度的确是很高 但就跟对近来我实况问我的回答一样 可信度是很高 但绝对不能说是肯定会出 那可能会有人说 金培我早就在网上看过 夜色版的食物了 不过到现实为止 全部都只是玩家之机的概念甜色 并没有任何散热器 夜色版的食物流出 我是金培 以上是下午活动全部内容流出的总结 和平行步枪 散热器造型相关的书报 散热器的夜色版应该不用问了 你们都一定会买吧 不过瓦记的传家宝又会不会买呢 这里全部买的话不便宜哦 我是应该为了好看的造型也已经会买了 你们觉得里面最帅的是那个呢 希望在留言区看看你们的想法 这次EA继续赞助APEXB的抽奖 抽奖的方法再置顶留言 想要免费支持这个频道的 记得订阅还有赞好影片 先说到这里 感谢你们的观看 By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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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